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现在是2021年4月10日的星期六 今天我们就来关注河北卡车司机金德强先生 4月5日他就因为车载的北斗导航系统掉线被罚款2000元 他服毒自禁 在4月10日北京时间的上午时间 金德强这位大货车的司机已经入土为安了 而基本上是同一时间 河北唐山市的官方公布了这个事件的所谓的调查结果 非常的简短 主要是描述当时现场4月5日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给到的结论就是说 结合医院临床检验诊断 公安机关就认定金德强系服用大接量 抵草快农药自杀身亡 家属对此无意义 那么还提到了这么一句 河北官方协助家属及时处理了善后 唐山官方就没有说车载的定位终端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掉线 也没有说具体处理善后的方式 河北唐山的官方可以说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最后又成了督导员 所以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公允性要打一个问号 同时最后呢官方拿了多少钱来稀释宁人 求得金德强家人的一个理解或者说是原谅 也是大家现在比较关注的 当然尘归尘土归土 金德强先生可以说是带着满满的遗憾 愤懵痛苦对家人的不舍 以及对中国的领导们所谓的期待而离开的 他希望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因为车载设备掉线而被罚款 这样的情况以后不要再发生 金德强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遗愿能不能够成真的 现在目测来看是比较的难 最核心的大背景就是 中国正在全力推进北斗卫星定位的多场景的应用 这个声势非常的猛 势头非常的快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 所有的个体都显得非常的卑微 中国媒体包括官媒 这几天就在反复来援引中国北斗产业链里的 一些从业人员专家的说法来强调 像金德强先生这样的卡车司机 他们车上所使用所安装的车载设备的吊线 其实和北斗导航卫星没有什么关系 看上去是在划清界限 但是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 金德强先生的死和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 以及背后的整个的体系产业链有着密切的关系 之所以这么说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或者是根本原因 就是在中国在民用领域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它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产业化 产业化是比较冠冕的说法了 就是要赚钱 那么产业化过往我们熟悉的养老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 医疗产业化 你可以看看发生了一些什么 那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产业化 又会导致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 人们可能会有更多的负面的一个联想的空间 而眼下金德强先生的悲壮的死亡方式 让这样的负面联想似乎更多的坐实了 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在2002年底建成了2号系统之后 这个产业化的方向就非常明确了 2014年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 中国北斗的发展方向就是三化 规模化 产业化 国际化 到了2020年 北斗三号系统全面建成之后 那么习近平在这个正式开通仪式上 也做了一个所谓的重要讲话 在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之后 中国官媒进一步的对北斗应用的解读 就是说呢 规模化 产业化 国际化 随着三号系统的全面建成 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中国卫星导航的所谓的产业链图谱了 一共是上中下游 中国的导航虽然比美国比俄罗斯晚了二十多年 三十年 但是最近十几年 二十年的快速的发展 整个产业链也可以说是位为大观了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字 2019年 中国卫星导航与卫制服务产业的总体产值 是达到了3450亿元人民币 较2018年增长了14.4% 2020年的数据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汇总 但是一般认为会超过4000亿元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也会波动 但是总体的态势 就是产业化的这样的快速的推进 是非常明显的 对金德强先生 以及他卡车上的 这个北斗卫星的定位装置来说 那毫无疑问 他们都处在这个产业链的中下游的位置 具体到个人这个中下游的位置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安装费是2000多人民币到5000多人民币一台 然后呢 还有服务费每年是300元到900元不等 这个都是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数据 在2020年 中国大概是有70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 已经安装了实用北斗系统 占运营车辆的96%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算术题 可以算一算 像金德强这样的大货车的司机们 在中间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拿出了多少的真金白银 第二点 现在非常有必要值得一提的是 在金德强先生之死之中 当地河北唐山丰润区的交通运输部门 可能也包括公安部门 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 他们涉嫌在北斗产业链中来分得一杯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现在根据一些交通领域专业人士的说法 如果说北斗导航系统的终端出了问题 一般来说罚款是800元 那么根据的规则是道路运输车辆 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具体的条款就是说 使用卫星定位装置 如果出现了故障 不能保持这个正常的从事经营活动的话 其实是罚款800元 金德强先生是被罚款2000元 所使用的条款 官方用的就是破坏卫星定位的装置 以及恶意人为干扰 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 这个罚款是要2000元到5000元不等 那么金德强先生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因为是这个卫星系统自己掉的线 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 客观来说也是有不少专业人士 越来越多的在发声 就是认为当地官方部门 具体来说河北省唐山市丰刃区的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涉嫌敛财 因为他们没有从轻去罚800元 而是从重罚2000元到5000元 这样的一个范围 当然罚款2000元 现在来看 在中国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存在 现在也有专业人士就特别指出 不管是从轻罚还是从重罚 被处罚的对象 应该是大卡车司机们所服务的单位 或者说所挂靠的单位 而不是罚款司机本人 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金德强先生身上所发生的掉线事件 其实并不是卡车上的定位的终端 和卫星之间的信号被切断了 或者说被中断了 而是说卡车上的定位终端 和一个平台叫做 中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 之间的信号出现了中断 所以就导致它的被罚款 而这个平台背后是哪些官方部门呢 根据公开的信息 至少是这样的三个部门来牵头 创建了这样的平台 那就是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现在根据公开信息的汇总 在唐山市丰润区金德强事件中的所谓的联合执法队伍之中呢 至少就包括了当地的交通运输部门 以及公安部门的人员 第三点 在中国的卫星导航产业链条中 还有一个官方部门 有一个所谓的职能部门 不得不提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管理中心 这个中心呢 一般是不险山不险水 但是非常的重要 核心使命之一 就是说要确保和加强北斗运营服务和应用 终端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 那么稍微把它简单化来说 第一点就是管运营 比如说哪些企业可以做北斗系统的运营服务 包括要去做系统做平台 包括发短信这样的一些服务 那么要经过这个中心的严格的审查 现在官方的信息是说呢 一共是19家企业具有这样的正式的许可证 还有67家企业是具有试验性的服务资质 非常的严格 第二点就是说 生产这样的一些终端产品的企业 这个中心也要审查 现在中国媒体的说法是 有上百家企业已经得到了 这样的生产车载终端的资质 那么中国卫星导航定位管理中心 和金德强先生的死会不会有关系呢 目前不好说 因为唐山方面可以说是守口如瓶 并没有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掉线 但是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 在中国车辆的北斗导航车载终端的质量堪忧 这个是一个公开的信息 比如说在2020年12月份 中国官方做了一个抽查 八省份够抽取27家企业生产的30个批次的产品 合格率只有70.4% 在路线偏离提醒功能 休眠功能等等多方面都会有不合格的指标出现 那么稍微往前走一点 相关的指标要好一点 但也不稳定 2014年到2018年的车载终端的合格率 分别是82% 86% 80.6% 94.1% 和97.6% 那等于是2020年一下子是跌到了70.4% 所以一问就来了 金德强先生卡车上装的这个车载终端 是不是本身就有质量问题呢 再大一点 是不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 监管不严 审查不力 导致了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不合格呢 往前看 以后会不会还有别的卡车上的车载终端 出现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导致所谓的掉线呢 最后做一点小节 中国的卫星导航 你说事业也好 你说产业也罢 其实就是最近20年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 所以在这个比较生猛的发展之后 确实显得比较的紊乱 目前来看比较突出的 还有一个就是多头管理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 这个是中国北斗应用管理的 直接的职能部门之外 它的上面还有一个叫做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这个是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的 最高的管理部门 此外 在中国卫星导航的产业链中 还有十多个部委会发生 发挥作用 发生影响 比如说交通运输部 比如说发改委 还包括国家地震局等等 那么多头管理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叠床驾屋 效率不高 各方面可能都有利益的考量 那么到了地方上 比如说到了区 到了县 这样的一个层面 如果说多头管理 就可能导致互相扯皮 谁都不管 当然如果联合执法 它的一个副作用就会说 用力过猛 金德强先生可能就是 这中间的一个例子 现在在网上不少网友就在问 卡车司机为什么要 厘米级定位 这个真的是灵魂发问 因为关于北斗的应用场景 其实在学术界也有争议 但是不管争议有多少 现在中国官方的态度是明确的 交通运输部就已经表示了 要加快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的推广应用 不知道金德强先生的死 会不会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会不会让这所谓的推广应用慢一点 会不会让这浩浩荡荡的产业化的进程 多考虑一下普通的卡车司机的利益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 您的评论订阅点赞转发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您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来打赏和做会员的支持 谢谢朋友们 感谢观看